年轻不养生 年轻不停地买菜做饭和收拾屋子 当忙完所有的一切之后 早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根本没有更多的精力 去照顾年迈的父母 即使是已经退休的儿女 他们也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虽然他们的身体不断地走着下坡路 却依然没有办法闲下来享受生活 他们需要帮忙带第三代 或者为了减轻儿女的经济压力 继续打工挣钱 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 很多老年人就不愿意靠儿女养老 而是选择其他方式养老 如今有三种养老方式正在兴起 引来很多老年人的纷纷效仿 一 合租抱团养老 老人的年纪越大 就越来越活得像个孩子 俗称老小孩 年迈的老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有着强烈的依赖心理 他们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喜欢身边时刻有人陪伴 但是儿女们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奔忙 不可能全天候地陪伴年迈的父母 于是合租抱团养老的方式 就开始盛行 一些关系很好的老年朋友 他们相约着住到了一起 大家每天同吃同住 这样老人们就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 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 所以就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不仅解决了老年人害怕孤独的心理 老人还能够在自己有三病两痛的时候 得到同住室友们的帮助 75岁的龚大爷说 自从他在朋友的邀约下 参加了朋友们共同组织的 合租抱团养老之后 日子就越过越顺畅 再也没有为自己养老的问题而发愁 龚大爷在参加合租抱团养老之前 一直独自一人过着日子 丧我的他 每月退休金只有三千多块 无力支付顾保姆和养老院的费用 所以他只能拖着衰弱的身体照顾自己 好在儿子每周 都会帮龚大爷采购生活必需品 否则他真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自从龚大爷参加了合租抱团养老之后 就再也不用强撑着无力的身体 洗衣服做饭 他只需要和室友们平摊费用就行 不仅减轻了身体的劳累 还少操了很多的薪 合租的室友们一共有六个人 他们合租了一套三十的房子 每两人住一个房间 他们过了一位白班保姆 保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五点下班 保姆负责给老人们做一日三餐 清洗老人们当天换下来的衣物 打扫家里所有的卫生 每周定期清洗一次被褥 老人们每月支付白班保姆 三千块钱的工资 平摊到六位老人身上 每人只需要支付五百块钱的保姆费用 老人们租的房子 每月需要交三千块钱的房租 每人平摊五百块钱 加上伙食费和其他杂费 每位老人每月 只需开销两千块钱 就足足有余 工大爷自从参加了抱团养老之后 就将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 每个月都能收到两千块钱的租金 足够支付抱团养老的费用 工大爷说 自从自己参加了抱团养老之后 就感觉自己掉进了福窝里 如今他再也不需要劳心费力地做事 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再也不会感到孤单 他每个月都将退休金全部存下来 再也不会为了钱不够花而范畴 他只恨自己没能早点参加抱团养老 否则他就能早一点过上幸福的日子 二 和儿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有一些老年人 他们既不愿意顾保母照顾自己 也不愿意去养老院 他们觉得顾保母养老 合住养老院养老 即浪费钱 还未必能够享受到该有的服务 有些老人会选择 离儿女不太远的地方居住 和儿女永远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这样既不会打扰到儿女的生活 万一自己有些不好的状况 就能够及时地向儿女求助 八十岁的柯大爷 和七十三岁的林奶奶老两口 他们就选择了和儿子 保持一碗汤距离的养老方式 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非常好 老两口去年将自己的房子卖了 在儿子对门买了一套二手房 对门因为要回老家 照顾得了重病的父母 所以急于将房子出售 房子里面什么都是现成的 老两口将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 却很快入住 自从和儿子住到同一个小区之后 老两口的心理才算踏实 柯大爷和林奶奶 都有高血压的毛病 林奶奶还曾经得过脑溢血 林奶奶犯病的那次 可把柯大爷吓得够呛 他硬是寄不起急救车的电话号码 后来还是跑到邻居家敲门 让别人帮忙打得一百二十 才算是将林奶奶送进了医院 因为抢救不及时 林奶奶一侧的身体没能复原 从此就留下了活动受限的后遗症 自从出现了那次的意外之后 柯大爷就让儿子 刘易和他同一个小区的二手房 正好儿子对门的房子要出售 柯大爷就赶紧将自己的房子卖掉 住到了儿子家的对门 自从老两口住到儿子家对门之后 日子终于苦尽甘来 老两口没和儿子住对门之前 每天都要出门买菜 财场虽然距离家里 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 但这段路程 对于八十岁的老年人来说 走得十分艰难 和儿子住对门最大的好处 就在于老两口 再也不需要出门买菜 反正儿子每天都要买菜 顺带着就把老两口的菜给买了 老两口也不会让儿子吃亏 他们每次都将菜前如书 交给儿子 并且只多不少 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热闹 儿子和儿媳 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只需在门口扯着嗓子叫一声 老两口很快就能过去吃饭 这要是放在以前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 儿子需要开车 将老两口接去接回 老两口觉得太麻烦儿子 总是谢绝儿子和儿媳的邀请 如今家里天天都是热热闹闹的 儿子和儿媳家里做了啥好吃的 中国的国情 男性老人在婚 大多是希望找个能够照顾自己 伺候自己到中老的女性 女性老人在婚 大多是希望给自己找个依靠 希望二婚老伴 能够给自己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 76岁的马大爷 他就找了 比自己小20岁的丁阿姨再婚 马大爷觉得 丁阿姨既然比自己小20岁 他就一定比自己活得长 就可以照顾自己到百年 丁阿姨觉得 马大爷每个月有5000块钱的退休金 虽然钱不算太多 但足够两个人过小康生活 如果自己跟着马大爷过日子 就能够衣食无忧 丁阿姨离异后 一直租房居住 他的退休金 只有一千多块钱 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丁阿姨觉得 马大爷不仅有房 还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就能够吃喝不愁 何况马大爷答应丁阿姨 在婚后 就会让他在自己的房子里 住到中老 这样就解决了 丁阿姨晚年无房的困境 所以 哪怕马大爷比自己大二十岁 丁阿姨也心甘情愿 马大爷是个豪爽的男人 他自从和丁阿姨在婚后 就将自己的退休金存折 交到了丁阿姨手里 让丁阿姨非常感动 既然马大爷对自己 如此的真心实意 丁阿姨自然就加倍地回报 他不仅将马大爷照顾得很好 还经常邀请妓子一家三口 来家里吃饭 每次妓子携家带口钱来 丁阿姨都会备上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 让他们大快朵仪 妓子一家三口吃饱喝足 临走之前丁阿姨 还会将自己亲手炸的肉圆等食品 给妓子装上一大袋子 让他们带回去慢慢吃 丁阿姨的热情 深深地感染了妓子小两口 和丁阿姨相处得非常和睦 丁阿姨虽然没啥文化 却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 她看出来马大爷一家人都是好人 憨厚朴实的他们 绝对不会坑了自己 所以她打算这辈子 就和马大爷好好过日子 还要对妓子格外地好 这样她才能够在马大爷百年之后 不被妓子赶出家门 马大爷虽然将退休金 全部交给丁阿姨管理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就吃了亏 马大爷算了一笔账 如果顾保姆照顾自己 她的退休金根本不够花 如果去养老院养老 不仅钱花完了 还没有家里住得舒服 如今她只不过付出了 五千块钱的退休金 就能够留在家里养老 并且得到了丁阿姨精心的照顾和陪伴 马大爷对如今的生活无比满足 觉得选择再婚养老的这步棋太正确 才收获了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养老方式就越来越多元化 老人们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养房老方式 而是开发出更多 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养老方式 对于子女来说 父母生养我们很不容易 大部分的子女都懂得孝导 只有少数子女 因为被老人伤透了心 才会选择不去给老人养老 这三位老人 就是由于年轻的时候太傲气 做了一些令子女伤心的事情 才导致自己的晚年凄凉 她们用自己的事实精力告诫人们 年轻的时候 要多为自己的晚年积福气 三位晚年凄凉的老人奉劝人们 所有悲惨的晚年 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一、66岁的苏奶奶 今年65岁 如今已经退休十年了 七年前老伴离我而去 我和老伴有样一女 都已经成家了 我和老伴都很重男轻女 从小到大 对女儿都很苛刻 现在女儿也不会给我养老 至于儿子 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孩子小的时候 我和老伴就偏爱儿子 家里的好东西 都要留给儿子 只有他剩下的 不要的才会给女儿 因为我想着 女儿终究是要出嫁的 女儿懂事以后 就会经常问我 为什么对弟弟比对他更好 就连两个人的生活费都不一样 在女儿的一再询问下 不得已我就直接告诉他 他长大以后 是要找婆家的 等那个时候 他就和我们脱离关系了 现在我对弟弟好 也是为了将来 他能给我养老 当初我的父母 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生女儿就是赔钱货 所以我结婚以后 就想着生儿子 第一胎是个女儿 就很不高兴 所以二胎生了个儿子 终于如愿以偿了 儿子从小娇生惯养 都被我们惯坏了 以至于晚年的时候 才后悔当初不该重男轻女 导致现在儿子一点孝心都没有 对我的生活不管不问 还想着每个月 我能把退休金拿出来补贴一点他 我字字愧对女儿 也不敢去女儿家里 生怕他还记着小时候的事情 对我怀恨在心 二 六十三岁黄大爷 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失败的 当初是父母介绍我们认识才结婚的 那个年代 根本没有爱情这个说法 哪怕结婚了 我们的感情都很淡 婚后一直吵架 直到一双儿女都长大以后 我们还是选择了分开 离婚那年 我三十五岁 对于男人来说 这个年纪还是比较年轻的 于是我就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当时她已经二十九岁了 属于大龄未婚女青年 我和她又生育了一对子女 其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都是选择简单粗暴的形式 其实和前妻离婚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有家暴倾向 我脾气不是很好 三言两语不合 就容易动粗 对孩子 老婆都是如此 开始的时候 前妻一直在将就我 毕竟孩子很小 后来她坚持不下去了 而且我也觉得 我们之间没有了感情 她提出的离婚 我成全了她 其实和她离婚以后 我的生活并没有变好 反而越来越艰难 离婚一年以后 我就迅速再婚了 三年时间 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觉得现在的妻子 就是来惩罚我的 跟前妻简直不能比 她性格比我还暴躁 而且非常强势 我在家里必须听她的才行 家里经常鸡飞狗跳 吵不过的时候 我们经常动手打架 孩子们对此也习惯了 前面的两个孩子 一直跟着前妻生活 我偶尔有时间 才会去看望一下 他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后面两个孩子还在读书 都考上了大学 其实离婚 并不能解决我婚姻中的问题 每一段婚姻对于我来说 都是煎熬 为什么别人离婚以后的日子 过得那么好 反而我的一塌糊涂 小时候孩子们都害怕我 不敢和我亲近 现在孩子们更是不喜欢我 更加远离我 就连结婚都没有通知我 这让我很能伤心 二婚有了两个孩子 从小对他们比较严厉 平时和我没有话题 很少和我沟通 特别是高中住校以后 我就很少见到两个孩子 他们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家里有什么事情 或者需要生活费 只会找他们的妈妈 六十岁的时候 老婆生病过世了 这三年来 都是我一个人生活 孩子们也不管我 大儿子都有孙子了 和儿子 儿媳住在一起 他们认为我小时候 对他们不好 现在他们长大了 自然想和我脱离关系 让我不要去打扰 他们的生活 我这一辈子 生了四个孩子 居然没有一个和我有缘 简直就是自己 做成这样的 三 六十六岁的胡阿姨 我这辈子就一个宝贝儿子 自从儿子出生以后 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儿子身上 他比我的生命都重要 我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都给儿子 在他的身上 寄托了太多的希望 小时候我希望他能够 比别的孩子要出众 希望他能够按照我的方式 生活 成年以后 我就开始操心他的婚事 希望他能够早点 找到一个伴侣 让我早一点抱上孙子 只要是儿子想要的 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满足他 我宁可自己吃苦 都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受苦 可能大多数的父母 都和我是一样的心态吧 我自认为 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儿子 将来长大以后 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可是他却觉得 我剥夺了他的童年 我是一个坏妈妈 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自由 他想要有自己的生活 这么多年来 都是我在左右他 和儿媳相处的这几年 让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 儿媳觉得我太强势 什么事情都喜欢管 我们之间总是发生很多矛盾 特别是看到儿子 袒护儿媳的时候 我心里就不好受 觉得我的整个人生 都被这个女人夺走了 我只在儿子家里住了一年 就被儿子送到了养老院 他觉得养老院 才是我最后的归宿 这么多年的心血 都白费了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